星期日,港鐵觀塘線因為基建設施更新 觀塘線太子去到韓文田的列車服務暫停 太子站就是荃灣線及觀塘線的唯一轉車站 早上8時半,太子站在月台也有不少乘客等車 現場也有不少職員舉太子時乘客轉乘方法 每道閘門都有一至兩個職員 月台的樓梯也都拜訪了喇叭播放轉乘的訊息 雖然整體運作都大之昌信 不過仍然有市民搭錯車 搭錯了是提子忘記下車 那輛車回到試劑尾 然後我走到對面搭試劑尾 搭回到提子 提子又下車,拿一層搭路獲過 是啊,我不知道,我一看手機忘記了 除了走了少許冤枉路 也有乘客不知頭不知腦 我以為太大雨,所以有些什麼問題出現了 那你本身是有沒有留意到心? 沒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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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可以啊,沒有什麼特別 啊 遲了 蕭先生遲到都這麼老定 不過有乘客就說 不知道今天的安排 趕著上班有些憤怒啊 我想回到黃布 黃布 黃布要九零三 不是轉車,轉車來九小時 我現在跑不上去 你就是要 我現在要搭乘車 那當然要 你去哪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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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鐵就說 工程人員已經是星期日凌晨 觀塘線收車之後 已經隨即展開隧道大型機建設師更新工程 他們呼籲乘客出門之前 使用MTR Mobile 的行程指南功能規劃行程 並且留意最新的車模狀況